首先,姐妹所分享的情況就是放下自己 這件事可以說在我們基督徒處理生命和侍奉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在我們生命如何發揮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如何處理生命 我自己有很多的情況是這樣處理生命 我講一些例子給大家去思想 讓我們學習如何處理生命 我試過被人委屈,說一些說話 一個例子我曾經有些人聽過 有一個人不開放聖靈 但他聽到我所做的事 他帶我去一個宣教的教會 我說不如看看他們會否開放我去服侍 我去講我的事服 我就說我是做復興 更新、訓練的工作 聽我來說這是我正常的講述方式 並沒有任何貶義的 我不知道是那個牧師不順意 還是這個人不順意 因為他後來找我和一個牧師在一起 就跟我說 就告訴我 你說你服侍 難道別人不服侍 要你來服侍嗎 就說了很長的時間 在那個人本性 當然我們很想說 不是啊 我只是說我自己的事服 我沒有貶義 沒有說到什麼 但我覺得在那時候 我再去解釋 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我有去講 我在整個過程 他講完之後 我怎樣 怎樣說什麼說話 我都不記得清楚 他先走了 後來那個牧師就跟我說 他說 牧師我真的很佩服你 他一直講的時候 你是完全沒有去反駁 沒有去爭論 只是這樣聽他說 這個就是說 我們放下自己不受人的影響 他講 他不接受 有他不接受 但是如果他給我機會去解釋 我會解釋 但是我看到的 就是他對於復興 這件事 不太相信 就是為什麼你去復興人 他覺得 沒有什麼人 可以怎樣復興人 就是 有些人的信念 覺得 復興不是我們做的 或者是神做的 或者是 那人什麼時候復興他的事 你怎麼可以復興 或者 人家牧師也幫了一些人 你怎麼復興那些人呢 但是我們來說 就是說 我們的說話有能力 不只是牧師 一個普通信徒 就算一個小朋友 一時說一句說話 可以令到一個人復興 所以 當 我有這個 我就有這個信念 但他又覺得不是 但我覺得 他不接受的時候 我再解釋 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那我就 由得他講 說完 我都不記得 因為我覺得他當時是老闆的 所以我都沒有去 怎樣跟他 但是我一直聽他說 最後怎樣 就是 說完之後怎樣 我就不記得 就是那個細節 我沒有記得 但通常來說 我的傾向 都當然是說祝福的話 或者多謝你 祝福你 我都不會說 好像 說完定了形 就不出聲 我一定會有些 正面的說話說 這個都是我們學習 放下自我 以致我們的視夢提升 我又想到另一個例子 就是很久之前 我曾經去宣教 我又跟這個 傳導人說得很清楚 我問他 我說你們接不接受 四年工作嗎 他說接受 我說 我說 說出各樣的事情 譬如有些人會哭 會笑 會跌倒 他說我們通通都接受 我說如果是這樣 就不要緊 我們去過聚會 真的很多人經歷聖禮 但是經歷完之後 他就跟著跟我走 他在那邊走 他就在那邊跟我說 他就說 很多事情 就是說 這樣有些人會抗拒 我忘記他說什麼 事實上 他說出很多 反對的原因 可能會有些人抗拒 可能 那些人只是經歷 沒有用 我聽了他 其實他的思想 可能接受 但是 因為當時實際上 是很強的 其實我有些影片 是當日的 如果大家有些印象 記得 我曾經有 攝錄過這個影片 有一個 女人大聲 然後祈禱 後來他就即時有起落 他就跌倒 然後有起落 其中一個影片 就是在他的教會 還有 有一個姐妹 我問他有什麼經歷 他說 他覺得很平安 很舒服 我說 你這麼投入 他一投入的時候 他就哭得很厲害 這個就是當時 我們告訴他 你投入的時候 神的工作很大 但我看得到 那個傳導人 可能他覺得普通通通的經歷 他就接受一些 但是那些強勁 他就覺得很難接受 但是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 我就去想 咦 他現在不太舒服 他不太接受 我如果跟他 去反駁 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所以我當時來說 其實我都忘記了 那個對話是怎樣的 我只要記得 就是 我很想安撫他 我只是想安撫他 因為我不想 令到他跟我關係變差 這個又破壞我們的事奉 又破壞我們的見證 所以我 就 不只是 聽他說 我認同他 我都是 你說得對的 應該是 體重生命的 處理生命的 我會這樣認同他 但是 在當時來說 我的自然反應 是很想 去解釋給他聽 以及很想說一句 是你一早就說了OK的 很想說 但是這個說話 說出來的時候 是怎樣 你又答應 你又不做 這樣的時候 就給他一個很負面的感覺 所以我當時 我選擇了我 這樣做法 這個就是放下自我 如果用另一種看法 如果我們的事奉 我又說另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 他曾經 在網上認識我 但這個人已經認識我很多年 他也介紹我兩次去段書 是很特別的 對我很有幫助 但當我第一次跟他去的時候 我就問他 我說 我們下了飛機 然後 就要去火車站 就搭幾號車 到底我們出來的飛機場 那邊 因為對馬路 他就問我 為什麼你要問得這麼詳細呢 但意思是很煩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只是想知道 因為我開著行李箱很重 我要走過對馬路 又回頭 又回頭 我想知道是哪一邊 然後他回答我 他說我不知道 其實他不知道 你不知道不要緊 我可以去了解 然後那幾天領聚會 很多人經歷更生 然後我當幾天教 輕鬆得勝 處理生命 然後他就送我走 去到 走去吃東西 在吃東西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他說 這件事我講出來 我真是多謝神 他說 尼穆斯 你一上台講到 我真的覺得 對你的印象是完全改變 覺得很有能力 你一講的時候 人們馬上都很喜歡聽 那我就很多謝神 當時我看到他 他也是對我很接受 然後我又問他 其實他是想侍奉主的 我就問他 我說 你是否想侍奉主 他說是 我說 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說 他說 可不可以 他說好 我就問他 為什麼我第一天 我未來的時候 我問你 在馬路 對馬路的時候 你會這麼煩呢 他說 我是很煩的 人家問我這個細節 一問我 怎樣怎樣怎樣 我就很煩 這樣 我就聽出了一件事 就是他會很介意 就是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不是他的心意 就是他習慣了 不要那麼詳細 不要說那麼多 有時有些弟兄 有些男性 有時會有這個不傾向 就是他那個詞 我很難抗低 但我第一次看到他那個詞 我很難抗低 而我第一次跟他談的時候 雖然他在那裡發猛症 但是我當時 我一點都沒有說 為何你發猛症 我只是問你 我這邊馬路 還是對面馬路 你回答我這個問題 為何你要發猛症 我沒有這樣做 為何我這樣做 我這樣做 並不會幫助 不會解決到 這是我看到的一個教訓 第二件事 在當時的那幾天聚會 有一次在我面前 這個求生仔 那個牧師跟他講的說話 他就跟牧師說 不做就不做 走 我又問他 為何你這樣跟牧師說 我跟他合作合作 就走 我就說 你這裡做不對 你走到別處 別處又是這樣 待會又走到別處 你走到別處 你走到別處 你那些事奉的路 會狹窄 我第二次去見面的時候 他是進步了 第一次的時候 很明顯那些火 很容易發出來 很容易爆出來 但可能我們中間 未必是這樣 但可能好像有時候 就是不腳 就影響了我們事奉的路 你想像一下 我出去服侍 去訓練人 跟著 跟有些人鋸 然後我就發脾氣了 或者很不 有時候不用發脾氣的 立刻的臉淋走 立刻沒有笑容 立刻的臉都落形 人家已經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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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表情 那些人就說 而牧師 他口說 就說主理生命人 他一不合心 立刻的面容都改了 這個就會難了我們 我們不是土人起的 但我們 起碼不要因為我們的情緒 而難了神的工作 而在我們服侍主的時候 我很多次 明明在幫助這個人 但他會猛症 吵吵 有不同的反應 如果我受影響 那我就不幫你了 那你找我幫 為何會這樣 你都不合作 這樣的時候 人家就會說 哎呀你不要找醫護師 醫護師很笨 你講兩講 因為他發脾氣了 或者他講兩講 臉都黑了 這樣的時候 我就會失去一個好的見證 所以這個 處理生命 是幫助我們能夠 侍奉更加 更加得力 以及什麼時候都保持平安喜樂 也能夠侍奉更加發揮 不然姐妹所分享的情況 都是一種吾鋸 我想說 我們想回我們自己有沒有吾鋸 這個禮拜有沒有吾鋸 吾鋸之後我們怎樣處理 如果你說 我真的處理到現在沒有了 恭喜你 但你如果發覺 裡面有很多級數 第一種 直接爆發 第二種 沒有爆發 不過臉變了色 不想理它 第三個級數 都好像沒有什麼 不過心就硬著 表面沒有什麼 心就硬著 第四 總是歧腦不通的 第五 就是最好的 就是轉身 這個問題不是我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 感謝主哈利路亞 立即跟他和好 有時候就算 別人錯 我們都跟他和好 我曾經說過 我經歷四年充滿 之後我就跟一個人分享 電話分享 關於四年充滿 他又發脾氣 接著我再修善之後 祈禱 就發現沒有起落平安 接著我 神就提了 我立即要處理 我就打電話給他 其實我沒有做錯分享 但我都說 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請你原諒 根本來說 我不是做錯 不過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不舒服 請你原諒 這個就是說 我是讓步 就算我有錯0.1% 我也認錯 請你原諒 就不去追討他 就追討我自己 這就是一個放下自我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 我們的侍奉 能夠向前 我想問大家 你猜難了侍奉 最大是 你的恩賜不夠 你的能力不夠 好啊 因為你的人際關係 有問題 人際關係 是我們的最大難所 多過你的恩賜能力不夠 所以希望 我們大家都會想一下自己 有沒有些不強 不開心 處理不到的情緒 能夠靠耶穌 能夠靠耶穌去處理 能夠靠耶穌去處理 不如也說一下怎樣處理 先說一說 第一 第一 我是知道我自己不強 當時是有吳祠鴻的 我剛才說過情況 那個人和牧師一起跟我說的時候 我馬上說 我只是說我工作而已 我沒有說到牧師沒有做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說我是做什麼 但是 我裏面有些不強 但我告訴自己 他都不接受聖靈工作 我再跟他講 都沒有用 不強又沒有用 於是我就放手 我一直叫自己 放手 不要緊 無所謂 他害不到我 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 或者另外一次 傳導人 他明明說是開放聖靈 然後他一路跟我說 一路說 一路不接受 要看重 要教導 不要只是經歷 其實我也是經常教導的 我心裡很想說 我經常都教導 我經常都做這些事情 我正在做的 我裡面是想的 我不是說 我好像 心如止水 他講什麼 是沒有反應的 完全沒有感覺的 你說什麼 不要緊的 我是有的 不過 我是處理的 其實我們 我們營救做人 也有這種感覺 就是 這裡有沒有人 當有人 對你說的負面說話 你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我心裡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是這樣的 總有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很快處理 還有 雖然他錯很多 但我有一點錯 或者我沒有錯 也好 我也謙卑 這就是處理生命 在裡面 就跟自己說 譬如說 我們跟他發脾氣 或者不開心 又幫助不了 又沒有益處 那我何必這樣做呢 如果我想更加提升 我就更加去走整個路 還有在裡面 耶穌幫助我 有平安喜樂 不要緊的 仍然笑笑口 哈利路人 但不是奸笑 又不是苦笑 又不是尷尬的笑 有些人會很尷尬的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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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了一件事 不舒服 他 很尷尬的笑一笑 又不是尷尬的笑 而是真心祝福他的笑 有些不同 真心祝福他的笑又如何呢 看著他 真的很想他祝福 你試試用這個 祝福的心態的笑一笑 讓你練習一下 看看旁邊的人 真的很祝福他的心態 笑一笑 是滿心的 從心發出 從心發出 並且一種祝福他的心態 大家聽完這些 我剛講的這些話的時候 大家覺得難不難 對 兩岸 都在心發出 最初分之一 總之一 他覺得難不難 走 在心發出